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疑难杂症老师来开讲 大家好 我是陈明君 台北股市有没有看到指纹的迹象呢 月指数连续两天都有利空来测试 但是都奋力的开低走高 台北股市有没有跌出抗体了呢 那什么时候才会指纹要用时间换空间吗 的确卖压大家都在等会不会结束了 哪些股票有看到反攻迹象呢 台北股市毕竟景气都亮起了红灯 整个台湾的景气市场非常的好 但也有股票事先率先亮出了红灯了 我们欢迎李建民老师来解读 建民老师好 明君好 还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台北股市气氛转好了吗 因为连续两天盘中V转 7月份好波折大家难熬 但8月份该怎么走呢 如果是震荡盘的话 你的持股要怎么样来太弱流强 我们请问贞英杰老师 杰帅老师好 明君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建民老师来聊聊台北股市的最新状况 的确今天台北股市是开低走高 不过我们从这个法人的筹码来观察 好像看起来外资还是站在调节的一方 马上帮大家整理今天三大法人最新的动向 今天三大法人是同步的这个 总加起来是卖超了161.55亿元 外资续卖连四卖今天是卖了164.58亿元 投信连续21天买超今天买超59.97亿元 自行商还是站在避险的一方 今天是连十七卖 目前的期货近空单是37129口 还是在高水位 我想问建民老师 这个台北股市 昨天跟今天都看到开低走高的情况 可是外资卖超还不缩减 靠的是内资大户跟主力大户 在扛住指数 有没有一点不想让指数跌破 2万2000点的味道 好了 事实上的话 我在昨天对于大盘的一个解析的话 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已经明显回到这个 回档幅度0.5的一个满足点 那的话昨天出现一个回马枪 这个费城半导廷重缩超过3个percent 然后甚至这个NVIDIA崩跌7个percent 所以今天台股算是可圈可点 很厉害了 对 第一个台积的话 没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然后看到今天的一个电子股的话 有明显指纹的一个迹象 那大家的话 接下来的话 大盘的话 随时会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 那我也告诉各位的话 就看是不是能够带量 像今天的话是 呈现一个价跌量说的 这最后来讲的话 是出现一个明显指的一个讯号 现在欠东风 东风就是补量 能不能补量到4000亿之上 有效的来突破 这一条季线的反弹的话 会出现一个强谈的一个格局 所以的话 真的希望投资品的话 可以利用明天后天这两天 赶快做一个持股上的一个调整 如果能够正确选股的话 要获利三成以上的话 绝对不是问题 好 毕竟老师认为 有机会站稳季线之后出量 台北股市会反转 但是过去涨的股票不见得会涨 所以你持股要做调整 怎么调整呢 我们从建民老师 最擅长的热门股的强弱灯号 来做观察 老师今天尽管大盘 早盘是一度大跌的200多点 但是其实指数尾盘有 由黑来做翻 不少个股表现非常的强势 各个族群题材都有 包含散出型封装 被动元件也来了 老师今天盘面上面的强势股 大家都想问 是只会强一天吗 还是说续航的力道一直都还在 好 事实上的话 我在昨天有提醒各位的话 营建股尤其是精神建设 很强啊 这个月涨一倍耶 对 但是你看再好的股票 当昨天出现一个什么 历史天亮的时候 我也提醒投资朋友的话 你不要在今天随便追高 虽然在尾盘的话 有看到继续的第四根的量 涨历板但是 有一度碰到 对 但是如果说 你昨天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120股民开奖的节目的话 你不会随便追高 然后看到收盘收得很难看 对不对 今天是亮大收黑 所以短线上的话 会陷入一个整理 但是今天面板级 散出型的一个封装的话 表示这个表现非常强 就是新科 新科的话 因为它有接过国内外的 所谓这个面板级扇型封装的 一个订单 对 会溢注可能在第三季 跟第四季的获利 当然的话 我们的震撼三法的话 已经你现在昨天就已经翻多了 今天出现第二根的掌银板 它持续的往上 你看突破多空线 资认指标也是翻多 然后我们量能趋势 持续的往上 而且你注意看 我们给它五颗红的满分 你看它这个 新科 你看量能并没有像昨天的一个 精神建设出现一个历史天亮 价稳量缩 然后连续两根的掌银板 这个表示什么 主力吸收 特定的买盘的话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的话 就已经进场 然后昨天持续的做什么 加码买进 今天的话出现一个第二根的掌银板 当然这样强势的个股的话 投资品的话 不用去追高 趁它拉回的话 可以做一个积极布局 国具的话 然后因为昨天法说会 公布上半年获利EPS13块 是创下11季来的新高 然后有三家的外资的话 纷纷什么帮它按赞 有两家是调高它的目标价 一家的话是看好国具的未来的走势 我们看国具的话 待会会真的技术面帮各位做个分析 它今天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导撞反转 想要是一个向上的导撞反转 待会节目中会帮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那一样今天我们给它五颗红灯满分最高分 这个股票的话其实今天在这个早盘的时候 你就应该记得进场 因为很难能可贵 今天大盘再次做一个压回 压回的话你要把握什么做做的良机 那圣达克的话是我在礼拜一 节目中就有什么 针对我们的灯号的话 给它五颗红灯满分最高分 那今天的话是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收盘的历史新高 那也是这个除夕后的一个新高 那它的一个加量配的话 还是不错的话 我们还是给它五颗红灯满分最高分 莱德是我在礼拜一 送给各位趋势反转股 所以今天的话还会 再给各位另外一次的机会 礼拜一送给各位的莱德的话 昨天尾盘拉到掌令板 今天的话盘中也有差一点什么 第二个人的掌令板 表现非常强势 你可以找这个扫QR Code 加我的Lite 然后留言正58899 一样我给各位两档趋势反转向上 就是由空翻多 一档趋势是由多翻空的股票 那也欢迎投资朋友能够点选做一个索取 那莱德的话今天稍微扣一点分数 因为今天亮人的话明显也不够 四颗办了一个红灯 明天再追高的话会有风险 那同态事实上 昨天我有送给各位是趋势反转向下的 大家这个我们看技术现行 3321 你看昨天的话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明显的往下跌 今天的话是什么 带亮 它不算带亮 它应该讲说有效的跌破这个颈线的位置 就是跌破支撑 对 它是一个双重顶反转向下 所谓的M头麦当劳 所以今天的话一样 给它五颗蓝灯最低一分 所以你手中有这种弱势的股票 昨天又讲说强者很强之弱者很弱 但是有的股票已经什么 涨到无法无天 像这个精神建设 勇性建设的话 今天去追的话 当然会有风险 那稳帽的话法说会变法会 一样五颗 这个四颗半的一个蓝灯 表现得非常非常弱势 如果你手中有所谓的 生化加干颜个股的话 任何反弹你要在那卖方 的确 这稳帽今天的大跌 是跌到之前的起涨点 这一波的涨幅全部都吐回去 生化加族群怎么样来做操作 记得等一下建民老师会一档一档 跟大家用技术面的教学 老师我们快速从技术面做浏览 好 新科的话 事实上是所谓的面板级扇出型封装的 一个表现最强势的股票 它已经出货给Folop 所谓的面板级的扇出型封装的公司 是国内外的大厂通通都有 它不是说只是说纯粹 这个想象的空间 或者说那可能会什么 未来有这样的接单情形 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有接到大单 当然下半年的话 会是它出货的一个高峰 6月营收的话 4.9亿YOY的话 是大幅称164个percent 是连续两个月创架历史新高 所以它是有基本面的支撑 而投资品的话 你最近的话 应该去锁定一些 第二季的一个财报相当亮丽的 然后股价还没有什么 充分反应它利多的这些股票的话 比较会有获利的空间 好喔 那这个新科的营收跟财报数据 可能会给大家很大的期待 所以股价这么样的强势 那老师国具部分是 法说会讲得相当的好 今天这个看起来跳空的上涨 老师认为有导撞反展确立的形态 好的 那么国具的话 是晶片电阻的一个龙头 然后是这个被动原件的获利网 你看这边的话 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这个 五七股市同学会 在去年的时候 有交代各位所谓的一个导撞反转 什么叫导撞反转 就是它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然后右边出现一个 对称型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 这个叫做导撞反转 是强烈多头的讯号 如果说跟这个台风 做一个比例的话 它是超级强烈的台风 是什么 是有建设性的 会有大幅的一个 波段利润的一个讯号 那么我刚才告诉各位 三家美希的外资的话 研究报告都看好国据 然后它公布第二季的 EPS13.02 有外资成长47% 算是11季的新高 表现非常是可圈可点 所以这个向上跳空缺口 这红棒比过去的走势更强劲 对 好 那么森达科的话 也是我在礼拜一节目中 有跟各位做一个推荐 如果说 昨天你把握一个低界机会的话 今天的话马上能够获利 虽然的话今天看起来的话 好像这个没有收得很漂亮 但是对于大盘 今天收费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它表现是可圈可点 它是属于低轨卫星的一个大厂 SpaceX跟这个杨华逊旗下的Cuper 近期的话扩大向台供应链 做一个下单 那么在低轨卫星部分的话 在这个森达科的部分的话 它的一个比重的话 营收占比的话高达四成以上 所以的话 当然它是属于低轨卫星的龙头 好 那下一档这个强势股就是莱德 莱德礼拜一有在节目中 送给各位趋势反转向上 你看礼拜一的话 你看礼拜一送给各位的话 礼拜二的话都有低界机会 你看今天的话差一点第二根的掌音板 当然的话今天价量配合比较不好的话 我也建议投资别的话 明天不要追高抢劲 是强但是明天不要随便追 那弱势股的观察 好 同代的话 昨天送给各位趋势反转向下 你看看这个叫做麦当劳M头 对 破颈线 不需要带量 它只要什么价格的一个确认 跌破颈线位置的话 形成双重顶反转向下的形态 表示说它明显的走空 你看它公布第二季的财报的话 是连八季的亏损 然后外资的话 在昨天大卖1135张 筹码都不OK 筹码面跟技术面的话都明显走空 好 那PA族群 好 那么文贸的话 就不要跟股票谈恋爱 之前的话 涨上去每个都歌功颂德 有多好有多好 有转机性 结果的话你看看 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因为公司的话 在法说会的话 公布说第三季的营收 会剂减5到9个percent 这不是我讲的 公司派讲的 然后外资的话 就已经事先得到这个讯息的话 7月26日上个礼拜五 先跑了 到昨天的话连三卖 那筹码面的话 也是相当不利 所以有的话任何反弹 都一定要减码 对 对不对 好 老师的观察 那最后一点时间 建民老师的小提示 有什么样的关盘重点 要提醒给投资朋友们 那提醒大家 刚才建民老师说 我讲这些灯号 不管是红灯 蓝灯的标的的话 有问题 想请问 都可以扫一下 QR 扣书 LINE ID 就可以找到我们老师的资料 老师 关盘重点 跟大家来做个提醒 就是大盘的话 明天如果能够带量 4000亿重回季线的话 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 那你现在选择是 第二季财报亮丽的强势股 今天一样 送给各位两档 趋势反准向上 一档趋势反准向下的股票 也欢迎投资朋友们来电 这个索取或者说 加我的LINE的留言 正58899 就能够掌握标股的资讯 好 提醒大家 可以跟老师来做询问了 那广告回来聊一下 现在到底台股的气氛 有没有转好呢 因为好多的这个 小型标股持续的创高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V转 7月份有过波折 好折磨 那8月份航行怎么走呢 我们请问揭帅了 休息一下 锁定1600股民开奖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奖 帮您这个快速插播 兼新台币汇率的最新变化 央行真的守得很紧 台币不破32.9元 台币今天是小升一分 来到32.836元 那台北股市也要力手 这个庞大的卖压吗 我想问一下解说来老师 这几天台北股市在季线附近 上上下下震荡 这两天开低走高 但季线压力有一点点沉重 如果季线站不上的话 大家还是要面临 可能会修正的风险吗 好 谢谢明君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大盘的K线 最后的K线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往上反弹的时候 触底到这个季线 还有五日均线的时候 有点卖压 收了一个上影线 不过整理来讲 今天的表现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为什么 因为昨天美国这个 跌成那个样子 然后我们台北股市 今天也是开低之后 一直企图的往上攻 在这里到底这个季线 跟2万2千点的攻防站 到底最后谁能够胜出 空方胜出还是多方胜出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已经有跟大家讲解了 我讲解什么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近期台北股市 都是在这个季线 跟2万2千点这里 做一个攻防站 那攻防站我说了 最后的结果 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个是大家最想要知道 问题的这个答案 那就我个人的判断 其实学技术分析讲求的 就是一个几率 哪一边的几率大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分析师 要判断的一个地方 那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要形成一个 V型反转的机会 会比往下修正的机会 还要大很多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来 我们看一下 各位昨天我就已经 有跟大家讲过了 目前这个台北股市的KD值 已经来到20这个地方 那当然来到20这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 技术分析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来到20就是一个 所谓的超卖区 那超卖区又如何 来 各位 超卖区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 这个台北股市 来到超卖区的时候的表现 上一次台北股市 来到超卖区的时候 是在这个地方 来 各位仔细看 这个地方我们对应上来 是5月底 6月初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 它也有一个整理平台 是往下修正的整理平台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的结果是往上 所以当我们记住一件事情 KD来到20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已经 出现了超卖的情况 所以反弹的机会会大于 往下修正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 虽然台北股市这一波 从24416回挡到这里 但是这个地方 我的认定是 应该是止跌回稳区了 这个时候不布局股票 将来我认为 后悔的机会会很大 那至于要怎么选股 怎么布局股票呢 当然不是乱枪打鸟 一定要有依据嘛 那什么依据呢 我们要找的股票 我说了 注意七个字就好 趋势翻多的股票 有人买的股票 趋势翻多有人买吗 那这怎么去判定 趋势翻多 以及有人买的股票呢 其实判定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我也讲了很多年 那其实好的方法 不用太复杂 真的 好的方法 为什么可以讲很多年 因为它的结果是对的 所以它可以一直讲 不要说怎么讲两三年 讲二三十年 可能都可以继续讲下去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支股票 它基本上趋势翻多的时候 它的MACD 一定会形成黄金交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定方式 那除了MACD形成黄金交叉之外 如果你希望买到的是一支标股的话 那当然就更要有人买 那当有人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股票是人在操作的 股票有人买 它自然就会涨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逻辑 所以当我们发现到 在MACD形成黄金交叉的 第一根突破整理平台 K棒出现之后 其实基本上 你就可以进场布局了 这就是我的逻辑 我们布局股票的一个逻辑 那逻辑找到了 而且这个逻辑是正确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怎么筛选股票 股票有一两千支 我们也不可能说每天 一直一直去看 不可能 没有任何人做得到 也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怎么办 有了这两个正确逻辑之后 还需要工具 这个工具当然就是 AI人工智慧的运算 它的一个高速运算的方式 再搭配技术分析的逻辑 让我们可以急速掌握到 强势标股 而且底部起涨 我们马上知道 马上就可以进场 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那如果说能够在底部起涨的时候 马上进场的时候 那不管你喜欢做短线 或者是做波段 是不是都能够轻松的 成为赢家 那今天我们一样来跟大家 来分享三支股票 这三支股票 其实我们都有在事前做过预告 在哪预告 在我的LINE里面预告 那今天再拿出来讲的用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利用 现阶段大盘已经跌这么深了 其实大盘是这样 怎么下来它就会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它就会怎么上去 各位记住 所以在这里 我就跟大家分享三支股票 来 一支一支来做一个分享 来 第一支就联光通 其实今天已经讲第三天了 这个联光通在近期大盘 表现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其实上个礼拜 它有受到一些影响 它有回档 回档 不过现在有止跌回稳的迹象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当时它的翻多的时间点 是在7月中旬 那这根K棒跟这根K棒 大家仔细看 是不是突破了这个整理平台区 这个就是有人买的训绕 所以它是不是涨了一段 那受到大盘回档的影响 它往下修正 各位 这时候千万不要 随便的去见卖它 因为当时 我们可以看到它回档的时候 趋势还是在多方 所以基本上 投资朋友有时候看到 这个股票再跌就会慌 就会乱卖股票 然后卖到见价 甚至于卖到地板 最高杀低 那其实有了MACD 这个小帮手之后 你会发现 你就不会见卖股票了 甚至于现在你可以发现 最近就出现了 密集的红K棒 代表有人在近期 又做密集的布局 那如果大盘止跌回稳的话 我认为这支股票 它会恢复它原来的补涨水准 那我们来看一下 KD是怎么帮我们 找到这支股票 在7月11号那天 趋势蛮多 各位可以看到 同时又出现一个 箭头向上讯号 那重点是 来到了这个 7月中旬的时候 这里又出现一个加码讯号 那现阶段 它的涨幅并没有很多 我说一支标股 标股它的涨幅 至少要30%以上才叫标股 那这目前还没有涨完 我认为还有机会补涨 那同一时间 我们也有事前预告 我说了我的每一支股票 只要我会在 这个股民开讲当中讲 一定是有预告过的 那预告的平台 就在我的Lite里面 每一天都会帮大家 找出两支 两支刚刚出现讯号的股票 就像今天 一样有两支嘛 我相信明君 刚广告的时间也有看到 请明君跟大家分享一下 两支股票 其实位阶都算低 今天都很强 那你说呢 它贵嘛 也不是很贵 但是看起来是 整理过后再出发啦 OK 那其中的一支 我跟大家暗示一下 是20几块的股票 对 很便宜 对 很便宜 那另外一支是300多块的 高价股低价股都有 尤其是20几块的股票 我相信任何一个投资朋友 你现在只要是空手的 每个人都一定买得起 绝对买得起 而且这个位阶真的非常的低 因为大盘这一档回档修正 如果在之前上来的时候 你没赚到的话 这一次更要利用拉回的时候 在这个低基期的地方 赶紧去做布局 将来才不会说 涨上去了你又没赚到 对 因为现在大家不敢追高嘛 那买低的 出现买进讯号的 接受来帮大家找到 OK 好 再来讲第二支股票 这第二支股票叫保存 9904 最近还蛮稳的一支股票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也是7月中旬的时候 趋势般多 而且出现一根长红棒 这个就代表有人买进的现象 那当然近期你可以看到 它连续出现了5根红K棒 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 看到股票出现红K棒 而且是密集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有人在做一个布局 买进的动作 那股票是人在玩的 只要有人买 它将来必定有机会 会有补涨的行情 尤其是现在台北股市回档修正之后 你会发现到这支股票相对抗跌 那如果将来大盘真的止跌回稳 往上的时候 那基本上它会有加分的效果 会有助长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我们看一下AI AI它出现翻多的时间点 在7月17还有7月29 分别出现了趋势翻多 以及箭头向上的买进讯号 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 它还没出现涨幅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点 是很棒的一个布局的时间点 那我们预告的时间点 也是在7月29号 各位可以看到 7月29号我们回到上一页 就是这个出现箭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马上分享 我们不会说 我们不会马后泡 一定是在当下就马上分享 再来讲第三支股票 来 第三支股票叫信力 今天就算强了吧 这个今天收盘的时候 表现算是涨了大概3 4%左右 那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其实 从6月到现在 一路都是在多方趋势 台北股市前上个礼拜 到这个最近 它在回档过程当中 它完全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各位还是一样 它还是在整理 那今天出现这根红K棒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点火讯号 红K棒就代表点火讯号 那这个点火讯号代表什么意思 接下来的行情有机会 一样会出现点火补涨的行情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AI AI其实在6月26号那天 就告诉我们这支股票可以布局 虽然时间拉久一点 不过它相对抗跌 就算大盘回档2000多点 它根本都没有跌 甚至于这个从6月26号布局到现在 你还可以获利11% 当然这个是相对抗跌的一个股票 如果大盘将来 回到它原来的轨道 那各位出现一个V型反转 我说了今天所分享的三支股票 未来都非常的有机会 有补涨的行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要开始 慢慢的来做布局了 那当然这支股票 我们预告的时间点 也是在7月18号 7月18号那天跟大家预告 如果说你7月18号加有LINE的话 你当然就会拥有这支股票 而且在这波大盘回档修正当中 你会毫发无伤 所以我们这个LINE 其实真的是在服务全国的投资朋友 每天会帮大家精选两支股票 你说今天到底有哪两支股票 可以布局的 其实你现在加LINE 马上就可以看到 那明天基本上就可以进场做布局 那一支是二十几块 一支是三百多块 刚刚明君也有看到 除此之外在我们LINE里面 还有很多重要资讯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像大盘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有关于现在的行情位阶 其实我在这个 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讲很清楚 目前大盘基本上是 已经来到了这个超跌区了 超卖区 KD已经来到20 大家要注意 这随时有可能酝酿反弹的行情 再来每天直播教学影片的内容是什么 来 各位仔细听 我相信所有投资朋友 你们的资金部位只要稍微大一点 就是三百万以上的话 你们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各位 我相信你们绝对不是 想要买一大堆股票 你们是想要集中资金 然后压一支股票 然后能够赚得最快 赚得最多 那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 绝对有嘛 比如说有很多股票 它在底部出现的时候 你要怎么发现 怎么样用这个真枪实弹的操作 去压在底部区 其实在我的直播教学影片当中 讲的都是真金白银的实战操作教学 那所谓的有资金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每天锁定我的直播教学影片 那至于今天 所精选底部起涨的个股 刚刚我已经公布了 有两支 一支二十几块 二十几块的股票你终于买不去 不要跟我说你买不去 而且这个位阶非常的低 真的是明君也看到了 也是很有人气的一支股票 而且有人气 没有错 人气最重要 有人买的股票才会涨 位阶低有人买 很重要 可以去看一下 那至于怎么去看到 我们今天公布的这个 底部起涨的股票 就是马上现在加赖 至于怎么加赖 很简单 第一个方法 扫描这个QR Code 大概五秒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找到我 那第二个方法 看一下这个赖 我们有个ID 这个ID是小老鼠A957 也可以透过ID 找到我的赖 找到我的赖 之后 很重要一件事情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加入我的赖 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赶快看一下 我今天的网路直播教学影片 那怎么看到 其实不用东找西找 只要赖之后 先按三个数字就对了 888 这三个数字来看一下 加赖之后先按888 索取教学网址 那索取的方式很简单 当你按下888 Enter进去之后 一秒钟的时间 一秒而已 不用多久 一秒钟的时间 我们就会主动的把这个连结 直接传送到你各位 私人手机的LINE里面 你们就会直接收到 这个影片的连结 根本就完全不用找 所有的服务 我们都给你 帮你想好了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快速的方式 接收到我们这个连结 那当然纪事本里面 今天我再强调 只有两支股票 位阶真的已经很低了 一直二十几块 一直三百多块 只要加了LINE之后 到纪事本去看一下 马上就可以看到今天 所帮大家精选出来两支股票 那至于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人工智慧的一个选股教学影片 这个是真枪实弹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教学影片 这个教学影片 我说了我每天都花大概 二十几份做时间去录制 非常的详细 各位有兴趣的话 直接加LINE 并且回复888 一秒钟时间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连结 欢迎各位 踊跃的来加LINE 好 明天的部分呢 尤其要结束来提到 季限震荡 持股要尽量的太弱流强 那财报公布期间 要留意有一些黑马骨 一次版面不错的哦 国家的低档 是可以持续的后续